我们知道这个C元的数组 它是固定大小的 尽管C99 我们可以用变量来定义一个数组的大小 但是一旦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数组 我们在运行过程当中 是无法改变它的这个大小的 假如我们一开始 不知道我们要有多少这个数据要放 那么 传统上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尽量搞个大点 大点的也有可能不够 你总不能说我开个数组 把内存全部用完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考虑说 我们怎么样自己做一个东西 我们用C元的代码 自己去实现那么一个 可以变大小的数组 我们想要做这么一个东西 它应该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个呢 它是可以长大的 一开始可能比如说100个整数 100个不够放了 它能够自动给我长到120个 120个又不够放了 给我长到140个 我希望它有这个特点 第二个呢 我有这么一个东西之后 显然我要有一个办法 能够知道它现在有多大 我们知道 比如说对于C的数组来说 我们可以什么size of 去除啊除啊什么的 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东西 那么现在我们自己做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也要有个办法 能够知道它有多大 因为我们要对它做便利啊什么的 有很多事情和这个是相关的 然后当然最重要的 我们要能够访问当中的单元 对于C的数组 我们是用方括号加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自己做的这种东西 我们也要有一个方便的方法 合理的方法 能够去访问到它当中的单元 怎么做呢 那我们可以实现一个函数库 我们定义一些函数 这些函数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一种 能够自动增长的 能够变大小的那么一个数组 这个函数库里面呢 我们先考虑 我们要有这么一些函数 create 所有的台数都是array开头 create表示说 用来创建一个数组 我们总要有个办法 去把这个数组给创建出来 对吧 然后free呢 用来把这个数组的空间给回收了 size 告诉我们这个数组里头 现在有多少个单元可以用 at 我们要获得 我们要去访问那个数组当中某个单元 而且大家记得在数组当中 我们知道说 我们访问它的某个单元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读也可以写可以做左直也可以做右直的 那么我们这个函数能不能做 我们下面仔细去研究啊 infrate 这是我们看上去像是一个核心的函数 它做的事情是让这个数组长大 当然怎么做 我们具体看代码 其实首先呢 我们先要去定义出这个array来 我们定义array是这样 我们定义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里面呢 有两个成员 一个成员呢 是一个int的数组 实际上是一个int的指针 第一个成员是一个int的指针 第二个成员呢 是一个size 那么这两个成员合起来 我们用这个结构来表达我们做的 我们自己做的那种数组 可变的数组 我们把它叫做array 这里我们就会有一个疑问 实际上呢 这个我们在有些别人呢 写的第三方库里面呢 会看到 他们会习惯于呢 把它定义成这个样子 说我在这儿有个信号 在这儿有个信号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个变量array 那么这个a呢 其实是个指针 为什么呢 你看我们的这些函数里面 很多地方 要的是个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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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结构那一章里面 在结构那一周里面 我们明确讲过 如果你有个结构 要传到函数里头去 如果你传的是结构本身 那是一个比较成本 比较大的事情 所以我们传个指针呢 会比较轻巧一点 那既然我们函数到处 都是要用指针的 如果我定义说 array是一个指针 你看我们现在这样 type def的话 意味着整个这个东西 是一个array 而这个东西是个指针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这些信号 就可以去掉了 看起来没有信号 好像看起来比较好看 对不对 但是 这样子以后 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如果 假如说我们这有一个函数 比如说有个 f函数 然后我要想 在f函数里面 有个本地变量array 我就做不出来了 因为我现在得到的这个a 但一定是从某个地方 去给我制造出来的一个东西 比如说动态生性的一块内存 现在呢 我们让它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结构 而不是一个指针 那么就意味着 如果我写下array的话 a就是一个本地变量 它就在这里 它不在别的地方 所以 其实现在呢 人们更加习惯于说 当我去定义一个 这个新的类型的时候 不要把信号带进去 换句话说 不要定义出一种指针类型来 因为如果你定义了一个指针类型 我们还有个附带的缺点就是 现在人家看到这个样子 看到这一行代码的人 会想到说 其实是一个指针吗 他不容易想到 对不对 所以 宁愿我们不带这个指针 好 这是第一件事情 我们的结构体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 这是我们的投文件 接下来 我们该有一个la.c 来把这些函数都实现一下了 当然在la.c里面 我们要include这个la.h 然后我们要开始 逐一的实现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先把这些东西呢 都抄到la.c里头来 然后 在这儿加上注释 这是给我们看看的 这是函数的原型 我们开始要逐一把它变成 真的函数的body了 第一个函数 是create 这个函数呢 它的参数是size 一开始你希望这个数组是多大 然后 它给你一个array 我们的做法是说 我们在这儿呢 做一个array的变量a 这是一个结构变量 对不对 它就会有size 我们让size呢 等于这个initsize 然后让它的array呢 等于呢 我们去做一个malloc 当然别忘了 这是int型 所以我们要类型转换 size of int去乘以这个a的size 最后我们return这个a 就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做的时候呢 我们返回类型是一个array的变量 本身不是指针 为什么我们返回array 不返回array的指针呢 因为这是本地变量啊 你返回指针的话 这个本地变量不就无效了吗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不在这里 malloc出一个array的结构来 然后返回那个malloc出去的东西呢 那会使得 我们对这个array的使用比较复杂 因为你看 如果我们有一个这样的array函数的话 create函数的话 那在我们的main里头 我们就可以说 我们有个arraya 等于array的create 比如说100 这看上去就很像c的正常的代码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本地变量a 它会用 我们在arraycreate里面 所制作出来的这个结构 来粗实化 换句话说 这个a呢 是存在于main的本地的 它里面的所有的变量 所有的成员 就是我们从arraycreate 返回出来的那个a里面的所有的成员 以这种方式呢 我们让它返回一个结构体 就使得我们在外面 可以有比较灵活的方式 去使用这个arraycreate 返回的 那个制造出来的那个array 如果不是这么做呢 我们可能另外一种做法是说 我们宁愿希望它说 我如果这个arraycreate 是返回一个指针的 那我们可能希望它说 你给我一个array 然后给我一个initsize 然后我做了一些事情之后 我就return了一个a给你 当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 a所指的size呢 等于init的size 然后a所指的这个array呢 等于什么什么 当然这是一种可能的做法 可是在这种做法里面 有一个潜在的风险 就是如果别人使用了 你这个函数的时候 传给你的这个a 有两种可能造成它是有问题的 第一种可能 如果a等于now呢 第二种可能 如果a已经是一个 已经指向了那么一个 有效的 以前曾经制作出来过的一个书组呢 那你岂不是 先得要去做free的事情吗 对不对 所以与其处理的那么复杂 不如呢 好吧 我们都不要了 我们就做成这样一个create 让它返回一个array OK 当然你们要理解一件事情 我在这儿说 我现在以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些东西 这是它的一种可能 这不是它的全部的可能 这也不一定不见得在所有的情况下 是最好的可能 只是我在教你们说 我会用这种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我会告诉你们说 我怎么想的在这个过程当中 但是它不见得 在你将来所遇到的那种环境 那种场景底下 也是最优秀的 你们要理解 大学的功课就是这样子 OK 接下来我们说free free要做什么 如果我已经有了一个array了 比如说像这里 我已经create出一个array了 这个array本身 这个a本身 在离开main的时候 它的空间是会被回收的 因为a本身是一个本地变量 可是a这个结构里面 有这个array 有这个指针所指的那个东西 这个指针所指的那个东西 你需要有恰当的方式去释放它 所以其实在离开这个函数之前 我们应该要去做一次 它的free 把那个a交给它 所以这个free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针对那个a来说的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free 那个a所指的array 把它给free掉 当然做完之后保险起见 我们可以让a的size呢 等于0 当然在保险起见 我们可以做完之后 让a的array呢 也等于0 为什么 这样的话防止别人掉两次 对吧 它第二次在做的时候 没关系了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之前讲到Malloc的时候 提到过free 0 free now 是无害的 OK 这是free